懂了?小知识,大世界! 妙笔生花 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 从小学习刻苦,志向远大 传说他有一天在油灯下读书写字 一连三个时辰没动地方 后来实在太累了 不知不觉地趴在桌上睡着了 这时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还在写字 写着写着,笔杆上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花香寄人心扉,令人陶醉 后来又从空中飞来一张张白纸 雪白雪白的,直落笔下 李白高兴极了,握紧那只妙笔 飞快地写着,写了一张又一张 不一会儿,李白身边开满了鲜花 原来这些花都是落在纸上的字边的 李白后来写下了大量的不朽诗篇 这些佳作流传千古 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妙笔生花是指比喻杰出的写作才能 如《我常常在书的海洋中流连忘返》 有时漫不经心地翻开一本书 立刻就被作者妙笔生花的文章吸引住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